好 再来看高雄市桥头区有民众投诉 屈公所趁这个假日的时候 把屋前整排九棵棉树都砍断了 结果树干砸毁了住户盆栽还有遮雨棚 又加上没有树荫遮蔽 太阳西上好热哦 住户气坏了 屈公所也表示了因为有民众反应 棉树会过敏才会砍树 民众拍下的影片中不断传出电剧声响 地上满是一节一节树干 住户杨先生控诉说屈公所砍树 差点把房子也砸了 这片种满地断支盆栽被砸毁了 连这雨棚都砸破两个大洞 杨先生说屈公所无欲紧将树木断头 完全没事先通知 对 很大声一整个下午都是 都是在就是树木树干 直接砸到下面来的那个落地声音 杂破盆栽遮雨棚不打紧 住户最气的是树木被断头树印不见了 简直快要热死 木面树被砍光了 这个太阳西晒直射 双眼完全都张不开 这个地方温度真的非常的高哦 所以门把也被晒得非常的烫手 进到屋子里面温度还是很高 就算拉窗帘也没有用 吹不凉 吹不凉 你像我们现在就开始在冒汗了 就是比较舒服 没有 自现通知局 屈公所坦诚舒适 但有民众陈勤才会砍树 只是早不砍晚不砍 挑在天气最热的时候 把树砍得光秃秃 让住户又闷又热 火气当然非常大 这期新闻金博士刚某热 高雄报道